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如果是真的话 那么微信片很容易就会被测试出来了 接种疫苗会导致不孕吗? 根据专家说法 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传言 但是想怀孕的朋友不要急 你们可以试一下我们的黄牌产品 男士们可以服用这个生命教育 有研究证明生命教育可以提高精子的数量和活跃度 不是开玩笑的 你可以参考这个数据报告 那女士们推荐你服用凤凰乳 因为凤凰乳不但可以强生养盐 所含的R物质可以帮助怀孕 接种疫苗会导致血酸吗? 根据专家说法 接种疫苗有导致血酸的可能性 这跟疫苗导致人体异常的免疫反应 攻击正常细胞所造成的炎针和血小板聚集相关 那该怎么办呢? 生命教育可以帮到你 因为它含有黄梨蛋白酵素 有助于预防血酸的形成 除了生命教育如果可以搭配银性 那么就是更加锦上添花 因为银性中含有天内滋类物质 它可以抑制血酸的形成 我再补充一下 这两种产品都有消炎的功效 所以它能对抗血酸有很大的帮助 总之我们现在还没有战胜这个病毒 在抗疫期间我们要记住两点 第一就是要时时刻刻遵守SOP 第二就是在接种疫苗前和后 都要保持强大的免疫力 因为目前我国已经发现了 感染力更强的变种病毒 到底怎么保持强大的免疫力呢? 除了运动和保持良好的心态 你的身体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补充这个维生素C 为达到这个长时间和全方位的保护 你可选择拥有这个 高保留率和吸收率的营养品 也确保你获得更长时间的保护 你知道吗? 比起一般的维生素C SCP在人体停留的时间 还要强达5倍 吸收率也高达2倍 除了维生素C 我们人体也需要酵素 酵素除了抗炎 它还可以刺激和增强 我们的白血球细胞功能 保护我们身体在受到这个病毒攻击时 可得到良好的保护 富含酵素的食物包括 黄泥 木瓜和谷类等 那么怎么选择好的教素呢? 好的教素必须是全天然 活性高的负荷性教素 好的教素可有效地帮助改善肝脏和血液健康 调整体内环境 促进这个细胞再生的作用 通过这个持续的研发 可确保教素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而且我们的数据 也经过各种科学验证和临床实验证实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在疫情期间爆红的产品 那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宝 普鲁兹 普鲁兹有助于增进呼吸系统和免疫系统 马来西亚已在这个实验室中 培养出多五倍功效的普鲁兹而闻名 刚临96岁的前首相马哈迪医生 据说也是不用了葫芦汁而改善了酒壳的问题 你知道吗 先改良配方的葫芦汁和临汁双结合 功效加倍 绝对是营养补助品的最佳选择 肺部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 特别是目前疫情节节爆生 我们必须保护好我们的肺部健康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一集我将和大家分享接种疫苗的经历 记得留守我们下一集的视频哦 拜拜